不忍心,南板郎平终于肯回国执教,上任二月斩获八金五银五铜,第十八届雅加达亚运会圆满落幕,本届亚运会上,中国队的表现依旧是最强势,最惊艳的,尽管在金牌数量上,我们相比于过去几届有些减少,但我们需要看到运动员们的努力,拼搏和进步,比如体操队,他们在过去两年的表现,值得尊敬, 在本届亚运会上,他们就用八金五银五铜的成绩,宣告王者回归,体操曾是中国的优势项目,1979年的体操世锦赛中,来自中国队的马彦宏获得高低档冠军,成为中国体操史上第一位世界冠军,在此后的三十多年里,中国体操不断进步,涌现出李宁,佟飞,楼云,李小双,李小鹏,杨威,程飞,何可欣等多位名将, 是中国体育界的王牌之师,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中国体操队勇夺九枚金牌,成为中国奥运历史上,单届夺得金牌最多的队伍,但在2013年之后,中国体操队的明星运动员,开始大批退役,导致队内心黄不接, 在2016年的李约奥运会上,中国体操队遭遇垮铁卢,仅收获两枚男女团体铜牌,在其他单项上军无人奖牌,创造了中国体操自1984年,参加奥运会以来的最差战绩,然而,在两年之后的雅加达亚运会上,中国体操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需要注意的是,日本对此次没有派出全部主力,不过中国队也都是缺乏,大赛经验的生瓜蛋子,从李约奥运会上的二童,到如今的八经五言五童,中国体操让国人重新燃起冲击东京奥运会金牌的希望,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体操队能取得如此大的进步,还与一位老熟人有关,他就是被誉为南板狼平的桥梁, 桥梁曾是中国体操队的副队长,但在国家队仅仅效力三年就因伤退役,1990年前往美国闯荡,在之后的28年时间里,桥梁逐渐成为美国体操教父,美国队的两位奥运会冠军肖恩约翰逊和加布里尔道格拉斯都是他的爱徒,其中道格拉斯更是成为体操进入奥运会116年来,第一位获得个人金牌的黑人运动员, 为了表彰桥梁为美国体操做出的贡献,爱河华州西格梅因氏还把每年的8月8日定位桥梁日,并且还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条街道,或许是看到中国体操正处在低谷, 于心不忍的桥梁放弃了美国安稳的生活,选择回国执教,在今年6月份正式走马上任,本届亚运会就是对他过去两个多月任期的考察,在被问到为什么选择回国执教时, 桥梁说道,我希望能带领中国体操,在东京重夺金牌,为祖国做一点点贡献,愿我自己的心愿,尽管只上任两个月,但能够看出中国体操队,的改变还是很大的, 接下来的两年时间,桥梁有充足的时间去将自己快乐体操,的理念注入到队伍中,希望在他的带领下,中国昔日的王牌之师,能重新在东京赛场上绽放。